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這期的中國禁聞 7月21日 川普政府突然下令要求 中共在72小時之內關閉駐休斯敦總領事館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摩根·奧塔古斯 22日早間說 這是為了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 和美國公民的私人信息 他說 美國不會容忍中共侵犯我們的主權 和恐嚇我們的人民 正如我們不會容忍中共的不公平貿易行為 竊取美國的就業機會 以及其他惡劣行為一樣 他還表示 根據維也納公約 各國有義務不干涉所駐國的內政 不過奧塔古斯沒有說明 勒令關閉休斯敦總領事館的具體原因 隨後 參議員盧比奧發推文說 中共駐休斯敦領事館不是外交機構 它是共產黨在美國龐大的間諜 和影響力網絡的中心節點 就在美國發出關閉命令的幾個小時之後 休斯敦中領館內冒出火光和農業 引來當地的消防人員 休斯敦警方說 這是因為中領館人員在院內 大量的焚燒機密文件所致 參議員瑪莎·布萊克本隨即發推文質疑 昨晚 美國要求關閉休斯敦中領館後幾個小時 他們就大量的燒毀文件 他們要隱瞞什麼 彭博社引述專家的話說 這是美中緊張局勢的一次重大升級 美國命令在72小時內關閉領事館 說明中共有重大的違法行為 安徽鹿安市顧鎮鎮由於當局無預警的洩洪 7月19日被突如其來的洪水淹沒 上萬人深陷澤國 22日當地居民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全鎮依然停水停電停網 但絕大部分的居民已經撤出 有居民表示家裡店面已經全被淹掉了 東西全部沒法要了 據說還死了幾個人死者都是老人 現在全鎮發臭 像鬼城一樣 另一位居民說 由於停電停網沒有監控 鎮上的珠寶店的窗戶都被砸掉了 小偷挨家挨戶的偷東西 顧鎮鎮被稱為中國羽絨之都 鎮上的大大小小羽絨加工廠 全部遭到洪水浸泡損失慘重 有居民披露 可能還會有第二次的洩洪 屆時水深將達到3.5米左右 下面來關注今天的時事禁聞